让爱甜甜住你家 让爱甜甜住我家 我爱我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全心全意爱我们一家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再一次的来到德州中文台 我们有机原地的单元 我是火美剑 在这个单元呢 在今天呢 这是我们四月份的第二次播出 和吴哲芳吴博士 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了解 来享受吧 我们不要光是 我们要来享受农家乐 是的 所以欢迎朋友们一块收听 来吴博士你好 欢迎参加 美剑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是吴博士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 已经改为叫农家乐了 我记得在上一次 我们不是才说吗 以前这个务农啊 就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这个赤脚啊 在田里啊 辛劳啊 汗汗如 滴汗如水啊 拼命想办法到城市里边来 要提升这个生活啊 这个一切都要往城市 要走 现在城市里边呢 这些大老板们啊 花钱 花时间 花精力 想办法去田 现在人想要变成农人 农人想要变成现代人 这个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矛盾 这个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这个是人类的不知足呢 还是怎样 永远不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现在享受的 现在的是好的 然后羡慕享受不到的 不管怎么讲 我们在现在真的生活不一样啊 所以非常的紧张 而我们也不说农家 其实不一定真的能够到乡村去去度假 或者去生活 或买一块地自己享受 但是呢前庭后院尤其是在后院里边 我们种种这个菜 辟个小菜谱 种些菜 种些瓜 然后呢 果树 这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在繁忙紧张 有压力的生活里边放松下来 真的还不用 不用真的花那个时间 花那个钱 还不一定有这个能力啊 这样子去享受 这样子还是可以在自己在大都市里边 享受不一样的田园乐啊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节目我们要改一下 都市中的田园乐好了 对 这个东西好 就是说 就是如果说走到极端的话 就就是人生都一样 走到极端的话都都是 就是所谓的物己必反 也就是说都市人 在都市生活那么紧张 你总是需要 要轻松一下 要调节调节什么 农人一天到晚辛苦 操劳 日出而坐 日落而起 其实那是很辛苦的 那我就是回想 成长的过程 就非常幸运 因为父母亲都是公务员 但是近邻的四周的邻居都是农人 也就是说公务员我们不需要做农 但是我可以享受到农人 每天都可以 想要去享受农家的乐趣的时候 我随时都可以享受 因为你如果 我就看过 看了我们周遭的农人 其实他们是很辛苦的 因为也就是说 我是跟大家分享我的心的 就是说如果说要养家活口的话 你靠务农的话 其实是这个劳力上面的操作 现代人没有几个能够承受得了 不过因为现代人生活紧张 你需要有这方面 轻松的劳动来调节 对身体健康也好 这就是我为什么 这几十年了 一直在鼓吹大家 你搞这个园艺 那要搞园艺 你就是要种菜 对身体也好 而且这种的劳动量的话 不会那么高 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一个平衡 这个就是题外话了 是这个不过这个是很实在的 这个是真的是体验过生活 所以才知道 才会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这个感慨 这样子的看法 这样子的见解 这样子吧 来吴博士 我们还是因为每一次 我们都是欲罢不能 对不对 每一次朋友们 我们都是欲罢不能 然后跟吴博士到最后呢 电话这边节目结束了 电话里面还说 怎么那么快时间又到了 所以我们还是 虽然我们才讲过 要做的事情 不过我们还是一样 还是请吴博士 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这段时间 该做的要准备的 好吗 那个我们上个礼拜 就是结束以前 我就说 播种了 种下去了 现在开始长了 可是到4月中的这段时间了 大概我们就要考虑到什么呢 怎么样让植物能够疯产 那植物这个封产的话 尤其瓜类的 豆类的话 要封产的时候 那个灾芯的技巧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的话 就专门来提一下这个灾芯 那灾芯的话 当然大家能够想到的 就是说比较普遍的这些瓜的品种 大概就是丝瓜嘛 护瓜 冬瓜 黄瓜之类的 然后茄瓜之物呢 我们有茄子啦 辣椒啦 番茄 然后豆类 姜豆 四季豆 然后还有最近几年 就是非常流行的百香果 还有一部分人喜欢种这个佛手瓜 那我们就是今天就来针对这几样的 这些蔬菜和瓜果 我们来检讨一下 第一个就是丝瓜 护瓜跟冬瓜 他们基本上就是第三代的藤 最容易就是结这个母花 然后因为第二代藤 很多都是开公花的 那这样子有一个搭配的话 他们这个授粉就比较容易 那所谓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藤 怎么分呢 第一代藤的话就是说 你这个种子一长出来 它那个针叶一出来 这一条藤就是第一代藤 从第一代藤旁边再长出来的 这个侧芽就是侧芽的话 这是第二代 然后第二代藤长出侧芽的话 那是第三代藤 就是以此类推了 那基本上这三种瓜类的话 应该连南瓜都一样 你大概能够诱导到 顶多到第四代藤就差不多了 你就不要再栽心 可是我什么时候要栽心 因为你如果说第一代藤出来 你不栽心的话 它第二代藤出来的慢 一样的情形 第二代藤出来以后 你不栽心 第三代藤出来的就慢 所以第一代藤我们大约 就是说真叶一长出来 大概第八片到第十片叶子 也就是它的高度 差不多一米五左右 或者是说你有棚架的话 等第一代藤上了棚架以后 你栽心 这样子的话 它的第二代藤 它马上就可以在棚架上面 这样子比较好 第一代藤就是八片 可能甚至到十二片叶子 它才能够上到棚架上面 依照你棚架的高度 高矮来决定 上去以后 第二代藤出来以后 你大概可以考虑 就是说也是一样 大概五六片叶子的时候 第二代藤就可以栽心 第二代藤栽心以后 它也是因为天气慢慢的暖和起来 它很快涨第三代藤 基本上我是到第三代藤 我就不管它了 就随它去 因为第三代藤一下出来怕很多 而且母花会出来 那我就不去太在意 而且让第三代藤长长长 它第四代藤 慢慢慢慢也会出来 然后到大概六七月的时候 整个棚架就是满的 所以这个是四瓜 户瓜 东瓜 甚至南瓜 都是这样子的处理 我们再来看看小黄瓜 那小黄瓜的话 它有两种主要不同的品种 这个品种 所谓的品种不是说 这个瓜体的胖瘦 细长 带刺不带刺 不是 我讲的这个品种不同是 黄瓜的生理状 那个现象的话 有一种黄瓜是 你第一代藤一出来以后 马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公花抹花一起出来 这样子的黄瓜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困扰说要不要栽心 就直接让它长 因为你这条组藤 它就会开抹花 那这个一样的 我刚刚讲第一代藤 久了以后它也会开第二代藤 因为第一代藤已经开始长黄瓜了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说 哎呀 赶快让它长黄瓜 那可是呢 你当你栽栽栽到后来 它第二代藤出来 它照样会 就是说会开抹花 这是就是说 第一代藤就有抹花的这个黄瓜 你不用再去 但是有一种是 你第一代藤出来的黄瓜 通通都是公花 你一下都没有抹花 那这种情形也是一样 大概到离地面 大概一米五的时候栽心 那这样第二代藤出来 肯定会有抹花出来了 这个是有关这个小黄瓜之类的 小黄瓜 大黄瓜都一样 它的这个照顾是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再来讲到这个茄科之物 茄科之物 它我们比较普遍的话 大概就是第一个那种是番茄 大家都喜欢的 那番茄也是有两种品种 一种叫做那个determinate的品种 determinate的品种 就是说它长不高 它没有办法像那个瓜的 那叫煮疼 第一代疼 它一直上去 没有 它一长就 侧牙就一直出来 侧牙一出来 它这个它的现象比较像这个辣椒 或者是茄子的那种状况 那这种情形的话 你就不需要栽心 因为它的侧牙一直出来 那侧牙出来 它就花就出来了 那这种情形的这个照顾 就要跟辣椒跟这个茄子的那个照顾 我等一下再来说 那现在针对这个番茄的话 我们有一种叫indeterminate indeterminate 就是它这个第一代长 会一直长 你如果不担心的话 它会一直上去 我曾经看过 人家长到二楼高 两层楼高 不会 可以长到那么高吗 可以 而且它采番茄是要靠楼梯去采的 因为它靠到墙边 还好那个是水泥墙了 对这个房屋不会有什么害处 它是这样子 看过 所以你如果说这个indeterminate 这个品种 因为它的第一代长会一直往上 这种情形的话 我们就要有一点点的那个小技巧了 你如果说要疯产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一颗番茄 如果是indeterminate的这个品种 你一个出来 它旁边也会有侧芽 可是这个侧芽的话 我倒是建议 每一颗的这个番茄 你大概只留三个 三个到四个侧芽 顶多连低带疼 我大概剩下四个左右 那个疼让它长 这个长的话 因为它每个侧芽 一开始它又会开花 然后又长侧芽 其他的侧芽 全部通通摘掉 就是一定要栽树芽 不是栽芽 芽让它一直长 除非说你长到一个高度 你觉得说我受够了 我栽不到了 那个时候才栽芽 那栽芽的时候旁边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留了三四个 那个树芽 所以你这一重的这个番茄 会变成也是很茂盛 那这种情形 就是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要栽树芽 你的这个产量才会 才会 就是说极大化 这样子 这个是 我们都觉得 这个越多越好 多多益善 大伙不都是这样子的想法吗 我想这不是光我一个吧 尤其是吴博士 你讲到树芽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说 我确定这个是侧芽吗 说不定它会长得 更粗更壮 然后呢 这上面会结很多 我要是摘了我的损失 这个未来的损失就很大 所以呢 多多益善 我保留 我保留 让它铺天盖地 满满的这个样子长出来 然后人家一看 哇 你那么多的枝 哎呀 你一定丰收 还没看到丰收 就已经心花怒放了 哈哈哈哈 不过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这个樱桃番茄 这个Cherry Tomatoes 我们正常的状况 它可能有鸽子蛋这么小 这么大 对不对 我们正常摘 摘射芽摘掉了 我们好好的管理 大家可以长到正常的 这个size这么大 好 你如果说我所有的侧芽 通通不摘 倒出来每一个番茄啊 大概就只剩下花生这么大了 所以说你要量大 然后很小的不经吃 还是说量稍微少一点 但是也不会太少 但是看起来又饱满 又美观的这种 这个就是抉择了 我唯一的就是说 会留多一点侧芽 是在什么样的时机呢 就是说当我还要在繁殖新的苗的时候 我需要千叉苗 那我会留几根 而且我留的这个侧芽 我会看 就是说你这个侧芽出来 因为每一个侧芽并不一定出来都会开花 不会 有些的侧芽就不太开花的 那这个当然是一定要摘掉 那我会留 这个会开花 出来没多久 它花爆已经出来 这种的话我一样留差不多6寸左右 15公分 等到它这个侧芽更成熟的时候 我把它切下来去繁殖 我唯一的时机留侧芽是这个时机 那这时机往往都在什么时候 有时候因为你这个indetermate 它会越长越高 高到你没有办法收拾 我曾经就做试验 我就种在大花盆里面 种到后来我也要用楼梯才能够收成 因为我支撑的架子很长 那到后来我剪了以后 我只好再繁殖 新的 重新再开始 那这个过程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已经种了 就很大棵的话 大概在六七月的时候 才已经长得很高 所以你如果说要确定我们的番茄的产量要能够连续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 我们因为是二月三月就种了嘛 可能在四月底五月 我们还要重新再疫苗一次 那个就是预计让它后期的 在真正夏天来之前还可以收得到 然后再过去还有一批要准备秋天的时候 因为番茄太热的时候 它不结果的 它开花不结果 那一般的温度是大概在85度为临界点 你超过85度它开花 但是没有番茄可以吃 那这段时间大概是每年的七月中 到差不多八月底九月中 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想想看 如果这段时间我番茄收不到 我为什么不用这段时间 我再来育苗秋天的时候 我的番茄等气温凉下来的时候 我番茄就继续再可以收 然后除了这个七八月的时候 要繁殖之外 在差不多十月的时候 我们还要再繁殖一批 就过冬 过冬到来年的这个早春的时候 就可以种出去 像我们我现在手上的番茄 基本上都也是到 已经到肩膀这么高了 而且这个满树的花 那这段时间刚刚好 所以就是说用这个适当的摘除侧芽 然后适当的留几根侧芽 来持续这个品种 这个技巧可以让我们的后院 除了在盛夏的时候 大概七月中到九月初 九月中这段时间没有番茄 因为我们天气太肉 我们没有办法 它没有办法解番茄 之外全年我们大概都可以吃到番茄 即使是冬天 那冬天因为你种在这个育苗盆里面 寒流来的时候 你会搬到那个屋子里面 或者是车库里面 它不会死掉 那番茄的话基本上 它相对的比较耐得了寒冷 那它冷天的时候 它还可以长得很好 这个就是种番茄的美妙的地方 那我们回过来 现在在讲茄葛之物的另外的 茄子跟辣椒 茄子跟辣椒 就像是Determinate的番茄一样 它一长出来就很多牙 那我们在种这个茄子跟辣椒之后 我们怎么样让它产量提高 就是我们采用二分法 那我们它一颗出来 它那个枕叶出来了以后 它一根枝干 它也是一样 它会马上就会分枝 那分枝的话 我们原则上一根出来 你只容许它一个侧牙长 也就是说一变成二 每一个的那个新的牙 都是一变成二 那这一变成二的话 大家都会说 不是啊 我这个分成二的时候 它叶子一长出来 马上又会侧牙 像这种情形的话 我的习惯就是说 你这个新出来的侧牙 我大概留一个牙眼 或两个牙眼 我不让它长侧牙 第三个牙眼开始 我再让它长一个侧牙 那其他的栽掉 然后你看 就是说第二代的侧牙 也就第二代的那个枝干 它长了侧牙以后 那我们这个也算是一又变成二 用这个二分法 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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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时候 你不用怕 到时候你整颗的这个辣椒 或者是茄子 一样会变得很茂盛 而且这种茂盛 看起来是非常舒服的 也就是它不是挤得乱七八糟 密不通风不会 因为我们用这个二分法的技巧的话 它能够让植株 它能够通风的效果很好 而且不只是通风效果好 通风效果好 然后因为它养分都集中在果实上面去 你的果实也会结得很正常 很健康 漂亮又大 而且不会 比较不会有害虫 这个就是茄苛植物 这个辣椒跟茄子 然后还有determinate的这种的番茄 都可以用这个二分法来做 然后再来这个百香果的话 百香果我常常在强调 百香果一定要到第三代之后 它才会开花出来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 很多朋友就说 哎呀 我到秋天的时候 我去mail order买苗什么东西的 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苗一来是第一代疼 你要诱导到第二代疼 甚至第三代疼 你这个旷日费时 你可能第三代疼出来的时候 够长的时候 都已经是七八月了 那七八月的时候 你如果运气好 在热天的时候 百香果大概两个月 那个果实就会成熟 开花以后两个月 可是你到九月多十月去了 四个月才会成熟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如果种百香果的话 我也是习惯 秋天的时候我自己先育苗 那整个的冬天是在育苗盆里面 这个育苗盆要相对大一点 我习惯的话是用 五加仑的这种育苗盆 就是黑色的那种花盆 然后要提供适当的支架 我们可以用番茄架 或者用竹干 把它撑住 那撑住的时候 整个的冬天 反正就是寒流来 我搬到室内 寒流过了 马上搬出去晒太阳 我们就可以好好的 这一段时间 冬天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 我好好的诱导它第三代 甚至第四代的藤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能够在二月底 三月初的时候 我的这个百香果的苗 已经有到第四代藤的时候 那我三月初三月中 移出去种的时候 不用多久 大概四月五月 它马上开花 那一开花的时候 因为我讲说这个天气暖的话 暖活的话 百香果开花以后 大概两个月 它就会成熟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说从四月底 开始开花的话 我六月底七月初 我开始有百香果可以吃 而且这个百香果 它不是说就只这么一批 它会陆续开花 这个就是我们在休士顿地区 因为这个气候条件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说山不转路转嘛 我如果是当年育的苗 我到年底吃不到成熟的百香果 那我就提前 一个冬天我就育苗 很多的在休士顿的植物都是一样 这是一个百香果是一个典型的 然后再来的 番石榴也一样 木瓜也一样 番石榴你要开花 一定是要过冬 它才会开花 那问题就是说 我们这边冬天 有的时候寒流来 也是会很冷 你如果说直接种到外面去 你要保证寒流来的时候 你可以在外面 你能够保暖到一个程度 让这个番石的质感不会死掉 那不然的话 你就种在花盆里面 这样子的话 也是另外一个方式的 但是就是说 那就是种花盆是方便是方便 那是缺点 就是即使产量有 但是也不会太大 所以呢 大伙这个有得有失 这个鱼与熊掌想要兼得 想要来一个这个 所有全部都要想的 这个我们叫做吃在嘴里 拿在手里 还看在眼里 太过贪心了 我也就是四个儿子 因为这个也是就是说 改变 就是说跟大自然协调嘛 因为大自然的 它的四季的运行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在这个四季的运行里面 算是讲难听 夹缝中怎么样能够 能够找出一条路出来 这个就是一条路 而且这条路 讲起来也不会太辛苦了 所以说也是真正有兴趣的人 都可以考虑 好 这个是百相关 另外的话 对不起 不是我们又要欲罢不能 时间在上半场 上半场又暂时告一段落了 但是呢很快很快 我们就要开始展开下半场 我们继续 今天可都是让大家能够疯产 能够你只要种活了以后 他只要能够存活 活下来之后下一步 你就是想办法让他产量丰富 然后让大伙呢是嫉妒羡慕恨 那么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们先走第二步 先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再继续和物质方无博士 下边第二我们的下半场的节目 好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在今天和物质方无博士的有机原地 我们的下半场 我们有机原地真的要改为 叫做都市农家乐 现代生活农家乐 刚才呢我们其实在上半场 物质士说啊 因为听众都在谈到这个 问到了好几位问到摘星的问题 因为摘星才能够促进他发更多的枝芽 而且一定这个第三代的枝芽出来了 才能够开花结果 那大伙都想要有丰盛的收获 然后最希望呢 亲朋好友左林右舍说 哇你怎么有那么多的这个东西 哎呀你这太好了 你哇我怎么种都种不到你那么多呢 是的大伙的心态跟我一样 我听到吴博士讲到他的百香果四百多颗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狂喊 哇哇哇 已经挖了很多很多次 从去年挖到现在 不是只有你们 我也一样 大伙心态也一样 我也希望我的邻居我的朋友 他来好来个亲朋好友来 那个羡慕嫉妒恨 我也不在乎最希望了 但是要达到这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朝这里努力 种活了以后 下一步就是要如何摘星 让它分芽出来长得好 刚才休息的时候和吴博士讨论到这个百香果 真的好多的听众 现在大家都在买百香果 但是呢 注意一下 因为百香果有好多品种 有的是只开花不结果的 是 有的那个花开的真漂亮 艳红的 然后紫蓝的 但是它这个漂亮 只能用看的不能用吃的 因为它不结果 所以种百香果的朋友一定要注意 我们有好多好多的听众拼命的在问到哪买 甚至于问有没有分支插支可以 那么这个我们稍后未来再说 现在不讲 但是呢 吴博士刚才啊 我倒是想到有位听众 有有有有有有 特别问到就是百香果的那一个摘星 你说要第三代之长出来 是 它才会开花 然后才结果 而开花的话 我们要要自己受粉吗 上次 最好最好自己受粉 OK 好 那么听众还是问的就是说 摘星如果说它现在是 第二代之 它摘星了 出来的是第三代之 但是它想要它长得多一点 所以它第三代之再摘星 可不可以 如果它现在是第一代之 然后呢 长到它现在摘星 摘了星后长第二代之 那第二代之要长多长 要长多久 或者说多老 它才能够摘星 去让它发第三代之 这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们考虑到说百香果 我们一种出去的时候 因为外面像现在也是还是有一点相对比较冷凉 那百香果长得也比较慢 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说我在过冬疫苗的时候 我大概只又找到第三代 第三代的藤就好了 就够了 然后一拿出来中天气慢慢暖和 它第三代藤就会生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那越来越快的同时 它除了开花以外 它旁边第四代藤 它自己就会长 所以我们就是说要注意的话 就是一开始育苗的时候 你如果说要快速到达第三代藤 因为第二代藤老实讲 就是它的任务在我看来 就是要产生第三代藤而已 所以在冬天的这段时间 我们第二代藤也不必留太长 我一般的话 从第一代藤大概也是差不多1米5左右 就是相对的是比较长了 灾芯 灾芯以后它这个时候灾芯 你可能会有大概10片的那个叶子 也就是说每一个叶子那个叶芽的地方 它都会长芽嘛 对不对 那个出来就是第二代 那第二代的话 我平常大概是留个四条五条的第二代藤就够了 那第二代藤一出来以后 我大概留四叶叶子 五叶叶子就栽性了 让它赶快长第三代 那第三代藤出来以后 我基本上就不管它 那你如果说急着要第四代藤 因为第四代藤的母花工花更多 那你可以栽 可是你想想看 一棵小小棵的 你到在三月的时候 你定植到这个菜地上面去 它还很小 你太多的那个第四代藤的那个 它也应付不来嘛 所以我一般就是顺其自然 第三代藤 让它自由发挥 那这样子的话 整个季节的话 它就可以长得很好 而且不用怕说之后没有藤 因为它第四代藤出来 我们甚至它到时候多到 因为第四代藤还会再长第五代 第六代藤 我们甚至在夏天那时 还要钻到那个房价底下 去剪掉一些 看起来就没有花包的那些藤 还要淘汰掉 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 我刚刚讲说 每年要遇这个过冬的苗 所以你到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以后 你就可以去看看 去选这个准备过冬的苗 这个准备过冬的苗 跟我们选那个切割植物 要过冬的那个苗 是一样的 你要看这个苗 这个藤 有没有开花的潜力 我们留的种 一定要有开花潜力的 也就是说这个藤 它原来就已经有小花包的 剪下来繁殖 就是说当藤过多的时候 那这个时机基本上都在8月9月那段时间 那一般的话 你这个百香果 时间对的话 它这个扦插大概一个月之内 就可以长得很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百香果的灾心 应该是这样子做 然后百香果的话 大家都 有些百香果好像不结果 有些百香果是结果 它其实 它可以这样子讲 就是说百香果有这个很容易结果的 跟不太容易结果的 我是这样认为 因为我后来 我前年是在 我们家附近的公园 看到野生的百香果 我每次过去 我就去授本 授本 是 没有错 我大概授了几百多 只有一朵 成功 那个是非常不容易结果的 可是也有一些野生的百香果 它可以吗 就是说很容易也可以结果 我想就是说 它除了品种不同以外 还有依赖 它生长环境 附近有没有昆虫来授分 有很大关系 我之所以讲野生的品种 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个品种 它可以过冬 它会串根 这样子的 所以它才能够在野外繁殖 我们一般这种家庭种的百香果 基本上耐不了寒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讲说 要疫苗过冬 就是这个意思 可是我们这种家庭种植的这些百香果 你只要是 人工授粉的话 基本上成功率 大概百分之百 你授粉一朵的百香果的话 你就可以预期可以收到一粒的百香果 除非说你百香果的菜地不够肥 它支撑不了了 不然的话你如果说肥份够的话 你底肥弄得够的话 就像上个礼拜我讲的 我一般的话这个苗床 我大概30平方英尺的苗床 我挖开那个一尺深 然后埋了一堆的树叶下去 大概这个压下去了以后 大概还有一尺的高度 这样子下去的话 整个季节才能够生产 能应付400粒的 超过400粒的百香果 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是百香果 当然如果说金融朋友们 如果说还有对百香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后续的再跟我们主播联络 再告诉我 在后续的节目 我还会再讲多一点 这个是百香果 另外还有我刚刚也提到的豆类 豆类的话 如果是它爬藤的 比如说像这个僵豆的 它会一直爬藤 那个的话就不要灾心了 除非说你觉得说 它这个高度 我已经没有办法达到了 那适当的灾心 它旁边还会讲侧瘾 这是一个 就是僵豆类 僵豆类的话 一般的话 它一个季节下来 它可能会有两次 也就是说第一次你这个藤 开完花 结完豆采光了以后 你会觉得说 哎呀好像没希望了 其实没有 当它那个新的芽出来以后 新的藤出来 它还会再继续结 开花结果 这个是僵豆 那四季豆的话 四季豆也有两个品种 一个是爬藤的 一个是那个癌种的 那这个爬藤的话呢 一样不需要去怎么样去栽心 豆类不需要怎么栽心 你继续收就对了 那癌种的话 那更不用了 因为它一长出来 就是Bush type 像小树虫这样子 可是你种癌种的 这样看起来好像很方便 很好对不对 但是它的产量 大概是爬藤的那种四季豆 大概一半而已 所以各有利弊 那这个豆类的话 另外还有一种我们种的这个豌豆 那豌豆它一般是早春 还有这个秋末那个时候 天气比较冷凉 他喜欢冷凉天气 那这个豌豆的话 当然有很多人是要吃这个豌豆 豆莢 雪豆 对不对 那我相信还有更多人喜欢吃那个豆苗 自己种的这个豌豆 我们摘那个豆苗它那个味道跟超市卖的是不太一样的 超市的话它一采都至少是四节甚至到六节的那么长的牙 结果我们买回来以后我们一挑可能要挑掉两个牙 或者三个牙 因为那个梗太硬了 那我们自己种的话 我们就摘那个嫩的地方 大概两三节的那个牙 嫩牙就够了 那这个怎么去判断 就是用手摘 你手摘了下去的 这些豌豆苗 一般来讲都是嫩的 你就不用再怎么挑掉了 这个这个是豆莢 然后再来的佛手瓜 我上个礼拜有稍微提一下 这佛手瓜 我也是建议大家在那个冬天的时候或者秋末的时候 我们到超市去买那个那个佛手瓜 越壮越好 那这佛手瓜我们先放到室内 用那个那个狮子精闷在一个书家盒子里面 稍微闷一下 大概一个礼拜 在室内它应该会开始冒牙的那个迹象 如果说你看到那个牙眼已经出来了 就把这个佛手瓜 我们种在这个小的育苗盆 那小的育苗盆的意思就是说 大概一加仑的或者两加仑三加仑的盆子 你一半埋在地里面 一半吐出来 然后呢这个外面还是用那个大的塑胶带稍微套住保湿 一直到你看到它的牙已经长出来 三四寸了 把塑胶带拿掉 那就是一颗完整的这个佛手瓜苗 那这个佛手瓜苗呢 也是一样 要到差不多三月初的时候 我们再种到菜地里面去 好 种到菜地里面去 它会快速的生长 那快速生长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我要做怎么样的处理 我一般的话我会留到大概十二片叶子 十四片叶子的 再把上面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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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啊 小小的那个小牙摘掉 那摘掉之后你会发现两个礼拜之内 它侧牙就出来了 第二代藤就出来了 那第二代藤出来以后 我们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我就顺其自然 让它自己去开发结果 我要吃佛手瓜 那另外的呢 我们想要吃它的嫩牙 就台湾讲这个龙须菜嘛 那我就当然就是 它牙长到一个程度以后 我就要摘来吃了 那这种你摘这个龙须菜的话 你会越摘它那个牙越多 就长得越了 但是就是说我摘龙须菜 第一次摘龙须菜的时机 大概在哪里 一般来讲的 就是说你一个新的牙 你要摘嫩须来吃之前 你一定要再留三四个 它可以再发芽的地方 不然你摘了以后 后续没有了 就吃这么一次 很少数量又少 对不对 所以我倒是建议 它如果说你这个第二代疼以后 你能够留大概四个牙眼 五个牙眼的 那之后你再下来吃 这样就可以了 那就是说在入冬之前 育苗的佛手瓜 我相信在吸引结束 吸引结束的时候 寒流来之前 一定可以吃到佛手瓜 这个就是佛手瓜的这个重词 我这样子建议大家 我想今天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些 好 我想我们在下半场的节目 大概还有最多还有十分钟 那么因为谈到了摘星 谈到了这些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促进它 生长更多的枝芽 风采 风采 我们这个是最终目的 那么达到最终目的 还要有很多的枝芽 它如果就那么一枝独秀 那我们也封不起来 它来就那么一枝独秀 我们还有位听众说 他的 他讲的是什么 他说 他说 他说他种的 种的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菜 还是什么瓜 他说 他的瓜叫做两袖清风 我想 我说 怎么了 他说 就两根枝子 两根枝子出来了以后 两袖清风 上面有叶子 但是没有东西 所以呢 我想我们要盛产的话 第一个我们要多一些的枝芽 就像今天 吴博士告诉大家 如何能够在摘新之后 促进它的生长 那么请吴博士 能不能再谈一下 因为摘了枝芽以后 它要生长 我们通常在浇肥料的时候 通常什么鸡粪肥 有人说牛粪肥 然后呢 有人也在问说 在种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种地也好 或者种盆子也好 这个土啊 因为底下都是黏土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子 像吴博士 你做的这个堆肥 这样子再加在上面 那么有听众也就直接问 他说黏土黏土 它既然是土是黏的 我根本我就不要用它的黏土 我用沙 我倒沙子下去 OK 他说我用沙去混这个 garden soil 然后呢 里面再加上 也许是鸡粪肥 或者牛粪肥 他说这样子是不是就比我直接在地上挖个洞 然后填些土 放一些帽去 放一些东西 这样子重要好多了呢 他说这个沙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到 吴博士在这一方面 来让它 让它松一些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了 这个问题让我回想到三十几年前 我刚搬到Houston的时候 我所碰到的问题 那我在这边分享 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是土木工程 所以我知道这个黏土的特性 那干的时候是硬的像石头一样 那湿的时候 跟烂泥巴一样 那这种 而且烂泥巴一样 排水又不好 那我怎么弄呢 我记得在91年的时候 我搬到这个Houston 我在后院 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看看这个Nursery 它卖那个空心砖 什么时候在打折 有一次就真的碰到打折 半价 我一口气大概买了100多个空心砖 那买回来以后 我先在菜地画一块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 就是后院画一块菜地 预期的菜地 我就先把空心砖先摆上去 摆下去之后呢 这个里面的黏土 我先暂时不管 我这个因为它也种草 我就那个时候 搬家来的时候 很多那个纸箱的 那个空的纸箱 而且那个纸箱是可以当肥料的 我就先把纸箱厚纸板 先铺一层在草地上 那旁边的话就是空心砖压着 我空心砖也没有买下去 压着 压着之后 上面我买什么土呢 我买那个核砂 就是说Bank Sand的 那以前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 它是三个那个立方码 它就可以免费运送 我就买了三个立方 那时候年轻的立方 一天之内把那个三个立方 那很大的一堆的土 我全部从前院 用独轮车搬到后院去 撒上去之后 然后我那时候 大概买了不知道几十包的 那个牛粪肥 大概二十包三十包 那因为我后院的菜地 大概有300平方英尺 我把它分成十格 那二十包的话 我就是说每一格 我放了两包的牛粪 这样放下去 第一年这样子拌 拌了又开始种 然后后续的调整 就是说我开始制作堆肥 那每一年在整理菜地的时候 我会把堆肥放上去 然后再额外的 再去买那个牛粪肥 这样子 因为牛粪肥比较便宜 那时候刚毕业 也没什么钱了 所以那个鸡粪肥又很贵 所以我们都是用这个牛粪肥 好 那这个压在那个后织板底下的那些草 大概在一年之后 它已经烂光了 所以说第二年之后 我在整理菜地的时候 就比较轻松 因为这个菜地 原来我就是用和砂而已 那里面那个草地 它也烂了 那个后织板也烂了 我就用这个圆锹 我把那个菜地上面的沙 跟那个原来后院的土 黏土 对不对 我把它翻一点出来 因为我们最好的这个种田的土 它不是只有沙而已 也不是当然更不是只有黏土 它最好的是应该是 黏土占六分之一 的含量 那其他的是沙跟有机质 把它混起来 六分之五是沙跟有机质 所以说我第二年混的时候 我只刮下来大概一寸的 那个黏土 跟上面的大概八寸的这个沙 拌在一起 哇 那这个第二年开始 那个菜地就非常非常肥了 所以说改良这个菜地的话 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可是这个一点点时间 是一劳永逸的 你可以想想看 我91年做的 到现在23年 就是说有32年的时间 基本上我后院的菜地 就没有什么变动 只是每年的天加油机质 一直天加油机质 那种起来又舒服又轻松 这个就是说把我以前 这个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说你现在如果说都是黏土 你不要泄气 也不用懊恼 用时间来解决 不要是只有用沙 只有用沙的话植物也长不好 因为沙它没有办法保水 它也没有办法保肥 能够固定这个肥分跟水分 在那个土里面 那是靠黏土 沙的用意只是在支撑 我们植物大部分时间是支撑植物 它能够站在那边站 好的 好 那现在再讲就是后续的这个肥料 除了说用这个堆肥 牛粪肥 鸡粪肥之外 那我们另外的 就是我们常常有的这个蛋壳 平常吃蛋的时候 那蛋壳一定要留下 蛋壳是非常好的肥料 它除了是肥料以外 它能够很有效的改善土壤的 那个物理性质 它让它透气很好 透气性很好 而且让这个土非常松软 所以这个强烈建议大家 把这个鸡蛋壳拿去回收 还有厨余都可以做堆肥 咖啡渣 茶叶 通通可以 然后再来的话 如果说自己后面有一个考虑家 有些朋友甚至就比较讲究了 买一个专门烧树叶树枝的一种 它一个像不锈钢耐高温的那样 它直接烧什么 烧了以后收集草木灰 那草木灰也是很肥的 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 他种的那个萝卜真是漂亮 比超市的不知道漂亮多少 又嫩又多汁又甜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是你放什么肥料 他说没有 我就是要用草木灰 他就是买了一个burner 那个专门烧树叶 干树叶 干树枝的 在自己后院 他说我什么东西都没放 就放这个东西 所以说在这边也是 有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有各别的这个独门 窍门 我们多问 多听 多参考 对我们的菜地都有很大的帮助 绝对是的 绝对是的 哇 时间好快哦 朋友们 我们的下半场又要到了结束的时候了 是 一下子就眨眼过了 不过呢 别担心 我们很快的又有机会会继续的 在和吴博士空中再聚 在这里先要谢谢吴博士 谢谢 还有一件最后一件事 是 我在想最近休斯顿这边 因为前几年都是寒冷太厉害 有很多人的柑橘类都冻死掉 对不对 那第一个 柑橘类 你看到好像上面的洞子并不一定 在等 一般的话 你如果是那种千叉苗出来不是价阶的 他往往很多都会在从地底下再长出来 这个耐心的 第二个很多人种柑橘类是因为他的花很香 所以说 其实所有的柑橘类它的花都是香的都可以考虑来种 但是你要买的时候主要你要看那个是千叉苗还是价阶苗 有价阶苗的话就要三思 因为这个Global Weather Change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寒流 现在寒流来的频率好像越来越高 越来越猛 所以大家要注意 对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好 谢谢吴博士 那吴博士下约 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聊 好吗 是 下约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